不讲大钱 讲小钱好了 高铁又被投诉说呢 有一个人他跑去买票的时候 投一个五百块钱的纸钞进去 结果呢 找铃铃铃跨浪呢 让他觉得是不是搞错了 自己在玩吃饺子老虎吗 原来一共吐出来了 七十七个五块钱的硬币 抱着一大堆的五块钱铜板 他一下子傻了 不知道要怎么办 可可让铃钱掉个不停 用高铁自动售票机买票 不管投多大面额的钞票 都只能找铃钱 但是找了七十七个五块钱 你看过吗 错愕吧 非常的惊讶 铃钱太多 太沉重 售票机掉出这么多铃钱 抓都抓不住 真的令人错愕 因为民众亲身经历 在母亲节假期 从左营站买票到台南 投五百元钞票找三百八十五元 却掉出七十七个五块钱 虽然总数没错 但一大把铃钱 根本塞不进铃钱包 让他忍不住大骂 又不是在国外玩饺子老虎 真的太愁了 这个心情会很不好 因为买一张车票 为了要赶时间找那么多的铃钱 实际上是携带不方便 这是一个效率的问题 我们要的是要快 在携带上的部分 会比较不方便 因为它算是数量多了 重量也比较重一点 售票机怎么专掉铃钱 变成游戏机了 高铁澄清 当天因为人太多 备用铃钱箱已经没有硬币 才会发生乌龙状况 虽然一旁有贴心设置对钞机 但是并不接受五块钱 售票机本来是让民众方便 找零设计却这么不人性化 省了满票时间 却得花更多时间处理一大堆零钱 今天先有留意清高梦柔 高雄报道